你有沒有女朋友 哈哈哈哈 因為爸爸媽媽我通常發現 爸爸媽媽旁邊小孩一定會搖頭 對好來 那個長辮子姑娘 對你也沒有男朋友 我不是問你有沒有女朋友 沒有 那個後面那個爸媽抱的那個 小女生有沒有男朋友 沒有沒有 幼稚園不是 可是幼稚園不是現在都流行 她是我男朋友嗎 然後我有很多小男朋友 很多小女朋友這樣 對 那幼童花故事呢 其實是發生在小時候 有那種青梅竹馬的一對男女 然後他們私定 他們在幼童花呢 私定終身 她說長大以後我要嫁 長大以後我要娶你這樣子 那台灣的不是常常看到連續劇 不都是這樣故事都是這樣發生的嗎 長大之後 女方家就嫌棄男方家 你們家沒有錢 所以我不要讓我的女兒嫁給你吃苦 那其實女孩子非常的傷心 她就 她就那個讓 她就決定讓這個男孩子 她就跟男孩子講說 你出去打拼 我等你 我等你回來 我嫁給你 對 然後呢 所以 那個男孩子就非常的放心 出門 出遠門出去 出去打拼了 然後呢 可是 那個女生的父母就逼著女孩子要嫁給另外一個 譬如富家公子哥之類的 就是富家有錢人家 然後呢 這個女孩子當然就不從啊 她就跑去他們私定終身的那個幼童花呢 然後 就 呃 在那邊苦苦守候那個男生回來 然後呢 結果 她就 在那邊得了重病死亡 然後 等到呢 男孩子 返鄉 回來要娶這個女孩子的時候 就是 功成名就回來的時候呢 其實 她就 發現女孩子死亡了 那她就非常的傷心 老師聽到這個故事之後呢 就把 這首歌 寫成了 一首叫做 油童花新娘 對 老師 有沒有跟師父的愛情 是這麼如此浪漫嗎 跟曲折嗎 沒有啦 沒有 沒有這麼 沒有這麼曲折 非常順利的取到師母 你就對了 對 那我們來聽聽看 其實這個 這首 這首 對 七美愛情故事 老師寫出來的結晶是什麼 第八首 可以聽聽看 這張CD是值得珍藏的 因為我花了三十年的時間 還有 修錫心 欸 欸 那個 畫 我也畫 我也畫大師 聽聽聽 希望 你 我 知道 你 在 你 有 不是 好嗎 我 沒有 都 我 跟 你 中文字幕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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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 李宗盛